比較正面的一個情況 舉例假設說今天有沒有 客戶要來了 大家互相幫忙 客戶要來了 客戶是原本的工作嗎 原本這不是你專業性的工作 你這是額外 倒茶 搬椅子 排椅子 擦桌子 泡咖啡 拿點心 倒垃圾 搬那個什麼 拿服務牌 搭面行李牌 引導客人進來 給客人發那個識別證 然後跟客人說 你好 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的 客人要掃耳朵 帶他過去 這些工作是原本的工作嗎 你會面試進入這種工作嗎 假設不是的話 用尻尾邊走幹嘛去做 對不對 對 沒有錯 這時候大家 能閃則閃 躲則躲 對不對 不會你碰到了 被CUE了 你來幫忙一下 或者說一個女生在那邊搬椅子 不然不行 不然還是要去幫忙一下 但等下 如果OK的時候就等下閃掉 為什麼 不要說 那是我的 都是全給我的 好全給你 那事實上你會說 這樣的部分來講就是 怎麼說呢 怎麼說呢 就是常會看到一個情況就是說 就是有點公司在白嫖 白嫖是怎樣 不想花這筆錢 然後你們去做 喝不好 被人罵 做得好 功勞都被人家拿走 是啊 決定來講 決定來講 客人來了 然後最後進去開會就全部人了 不是啊 已經某幾個人了 後面的人做人要死要活 然後最後呢 好處都被這幾個都進去開會的人拿走 那大家總不覺得公平 是不是 是啊 這我們之前常常講 就是說那你說啊 社會不公平或什麼樣 有沒有 事實上是一樣一個情況 對 所以 但是事實上我們來講就是 好比今天閒問題的觀眾朋友說 我也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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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哎唷黑啊 問題就是 現在就是 啊 老闆邊走的 對不對 這就是要回家的啊 我們筆手上講回家 我覺得好像不連網上 很少人用回家來講 但是我覺得回家是一個很好的 一種形容詞有沒有 回家有沒有 對啊 我就是要回家 我要回家 在身邊有錯啊 我很想 我很想生氣啊 可是沒有辦法啊 啊 痛苦啊 是不是 是啊 那你怎麼做 啊 我就是要忍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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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在靜官身先 都把那些資源放給一些 那真正的優秀的人 反正都沒有 老實講 如果這樣的公司 我可以逼著也可以很明顯跟你講 我今天講的不是讓前面的觀眾很爽 不是 我只是說這樣的公司這樣的單位 事實上老實講 最後 它並非順應順道而為 後面它製造滅亡 只是我們要講 還有一個彈數 這個滅亡又可能是幾十年幾百年 可能你的物體身體是支撐不了 跟它沒平的 只是說長遠來講 這網一定是一個被盜而死 但是事實上牽扯它就是 我們講底子厚嘛 對啊 褲根大啊 不怕你來刮根啊 是這樣的意思啊 所以但是問題就是說 但是我們只能說 那你在這種情況下 你如果去保護自己 如果有一個情況 我們常常講就是一個 一個點 我們之前也有講過 很多人講就是說 很多公司在講運作合適上 有點不信任 比如我們之前講的外包 今天主管說 把這個東西包給別人 然後不要讓對方知道 不要讓那個工作被撥出去的人 知道是什麼 代表被撥出去工作的人 不信任 因為我不信任你 所以我才會瞞著你給人家做 對不對 說白的是什麼 我不想讓你跟外面的人有連結 說白的我要慢慢取代你 就是把你給淘汰掉 讓你自身自滅 有時候 事實上有時候 你會說 哎呀公司怎麼這樣子 但事實上對公司的老闆來講 就是賺錢的啊 說白的是金錢的好啊 對啊 所以事實上 這是一個 蠻大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 這整個一個社會啊 或整個一種 亂想 這都會覺得 這怎麼那麼糟糕啊 很煩啊 對不對 人性怎麼那麼醜惡啊 我做那麼多啊 就這樣 這社會太不公平了 是不是 是啊 社會來講真的是蠻不公平的 如果有時候遇到這種不公不義 真是有很討厭的 但是社會往往這種人活著 啊怎麼會這樣 你嘴也沒有辦法給你答案 甚至是有時候 有時候在社會上看有時候就覺得 這個人這很好耶 好人耶 靠媽的死得快 噢靠 有時候覺得 有時候在職場有沒有 我們如果在社會再看到 這個優秀人才 老實講有時候都會替他擔憂 為什麼因為這種人才 一般來講 噓 彈花一現就蹦了 對啊 反而是那一種 那我一看就是油油有沒有 新人也是啊 有的人來有沒有 人會閃會躲 那一種的 那種反而那種熱血噴騰的 你都覺得那種死得快 為什麼 因為對啊 啊 有時候 趕快啊 但是有時候也無奈 對啊 所以有時候事實上有一些 有一些那個在經營事業的人 事實上可能不是什麼大公司 但是就是一些所謂的 所謂的中小小型微型公司 或者在大一點點 大概五人以上 五人到十人 這個辦團隊來講 很多人這樣就會問說 那到底 我應該怎樣讓公司一個屬性 結果就是說 我做大我也沒有錢啊 做小做不了什麼事啊 對不對 那說實在 十個人的員工事上 對不對 老婆的一個小孩一個 父母親兩個 哈哈哈哈 孕婦孕母 哈哈哈哈 我的小舊子 我老婆的那個姊妹 哇 靠右邊走 家一家就七八個人 然後再請一個公讀生 然後家裡的外勞也拿來用 請一個大學一家畢業生 我一種可以等 我一種篩流 不是圍兜的 配送的 那種真的需要專業性的那種 對 然後就會覺得說 那這樣的公司 我要怎麼贏 這樣的一個 我們來講就是說 事實上 你應該還是要核心啊 那些黃青國氣來講 就算了啦 不要惹事就好了 OK 但重點還是在於什麼 重點還是在於說 下面這些優秀的人在 情有這些人在 怎麼去讓他去開到公司 一個習慧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就是說事實上來講 不是說大公司才是習慧 有時候看到大公司這種肉型 你會覺得很討厭 但是你會覺得沒有辦法 算了啦 這種類似這種 破罐子破摔出來 但是有時候 常常講的 是所有人真的願意 破罐子破摔出來 這沒有辦法 這不得不啊 我不得不破罐子破摔 沒有辦法的情況下 我只能跟大家簡單 要不然我就不要做了 是不是 事實上沒有錯 那比之前其實好像講的 如果你需要這邊購 你還需要這邊薪水 算了啦 說真的 面子就丟一邊吧 對不對 韓信是一輩子跨一次乳 你可是天天在跨乳 但是為了生活沒辦法 真的就只能這樣子而已 但是就是有一個點 就是說假設 當你假設離職的時候 我建議你趕快把之前這些 那些所謂的這些 你有沒有鬼怪 你居住一門外 鄉親如賓也好 無所謂 事破你也沒關係 反正就是鄉親如賓是 就是不要讓你的這些 惡運 繼續纏繞著你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 實際的一個過程 所以事實上很多人在講 就是說 有時候之前 鼻子也有看過的人 很理直的 然後就這樣 好我們以後不要再聯絡了 我想說怎麼會有那麼白 可是我想想 經過很多年之後 發現人家這時候 人家這時有一個豪氣 有沒有 對阿 事實上沒有錯 他講的也沒有錯 對阿 我不喜歡留在那裡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是沒有錯 所以事實上來講 事實上 這個 這個社會 會很多人 好辛苦當老闆 然後呢 我看也有那種 小公司 小工廠 這是品保 這業務 這樣穿的下去 那整個都說 借過都要借過 很明顯 這是一個硬起來的東西 硬是有一個成型的東西 他也是會很開心 那你也割想的是以後怎樣 以後 如果OK就OK 但是如果不OK就不OK 還是要記住 還是要扎根 事實上我來講 就是說 你開一間公司 有沒有希望是要看 全方位的綜合能力 綜合作戰能力 我覺得這很重要 例如來講 資金 技術 客員 這些東西 都是一個很笨工 或什麼 所以 但是事實上 因為小了沒有大分工 錯 以後應該要大到自檢 有沒有 我已經很優秀 很大 把它簡化很少了 不是只有幾個人去做 這E不一樣 你今天如果只有幾個人 就做幾個人 是不是有 但是如果你已經是很龐大的優秀 然後把它清潔到幾個人 E又不一樣 就跟AI一樣 你有的少數一兩個 那你控制的AI 老實講你可應用做很多事 是不是 是沒有做 所以事實上以後 我覺得人人的差距 人都是溝通 有人跟AI的溝通 特助的企業 老實講 都有 就是很特別 以前講的特別 我覺得更特別 我覺得 這個是以後 我覺得事實上 是平庸 以後最缺的資源就是穩定 穩定性質最缺的資源 就是不穩定 然後在海肯 我覺得事實上 也是一個蠻重要的 就是 大家已經越來越這樣 越來越可以 越來越可以的打擊能力 我覺得這是 越來越重要的一個事情 你要越來越抗打擊 因為事實上 以後畢竟很快 以後來展出 瞬間的 那你說 我來不及趕上第一波的紅利 目前第二波的紅利也快沒了 但事實上 你可以趕上第三波紅利 我覺得事實上 就靠你自己的雙手 努力的去打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一個可以看見的 一個科許的未來 我覺得這個事實上 怎麼說呢 事實上 很多事情 我覺得很多事情 大家都在追求的是一種 努力啦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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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事實上 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怎麼會這樣 事實上最常看到 職場就是這種 一個人不會問那個 那個 那個 舉例 教育說上班了 如果是精壯員工 或者是那種所謂被訂的人的話 可能多講幾句 然後主管就會有可能就要夜他 但有的人事實上就怎樣 哇 講了一個早上主管也不會去 越著找幾個主管 那這就是肉喜 主管他的官位是哪有什麼 7.3.2 這事實上就是沒錯 那你說如果你是今天在公社的資方 然後想你員工資方員工 說實際的話 你一定不會怎樣 這很正常的 但是哪一天你被員工 真的是覺得說這不合理 但你會覺得沒差我弄我錢 大還是會來 事沒有錯 但是哪一天當你垮掉的時候 等一下會把人造成不餓 為什麼 因為人家對你不信任了 那你說什麼可能 不可能對事沒有合作 我覺得不可能 但以後來講變金越大的時候 事實上我覺得 彼此的確還是說 這整個未來很多都是走向 還是都很詭訣 雖然很多東西都是蠻穩定 但是還是會有細微的詭訣 不一樣 那事實上來講就是說 很多人 事實上來講就是 在這個 人生的重心上 有時候事實上有人說 找不到重心點 如果沒有機會沒有想 就這樣 就會贏工作 就覺得工作是不是很重要 以後我有事業心 他有事業心 重心 我覺得這個有點偷玩概念 你要有事業 不是只有事業心 那我有事業心 然後呢 每天就很認真 然後就投入工作 然後最後我跟你講 幾次升官加薪都沒有 你如果還抱有熱情 那我只能說 你買厲害 對啦 本人都說自己沒有想 你還要跟別人一樣 甚至要比別人在買 可能嗎 我是覺得這是反能性 雖然常講說 反能性還是逆襲一個人 重要的關係 是沒有錯 對我們承認 但是反能性這種東西 真的有時候真的是太累了 太累了 太累了 但是有時候事實上就是一種成長 一種褪變跟力變 我覺得這個事實上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蠻 蠻 蠻 蠻正面的一個肯定 我覺得事實上 所以事實上 在這個職場 在社會來講 職場 職場 大家都是很辛苦的一種在 為自己的生活 為自己的目標來打拚 那有時候我們看 一個國家區域那樣 就沒有什麼外在 應該就到成這樣 那如果到時候又加到一些 地緣上的不穩定 綜合新天災 老實講 這真的是有點辛苦 但我們不要再 我們不要再 在小 實際上我們這個頻道 如果有觀眾朋友 如果在這時候 還在請他 就會知道 我們這個頻道事實上 也沒有說講什麼 多惡 或多心情 我們就屬於一種比較周庸之道的 的確我們講的關係就是 周庸之道 周庸來講 實際上還是一個人比較厲害的地方 來講就是說 你如果覺得 你是天下無敵以後 別人來講 你就可以比試打 但哪一天你也會 會用這個反思回去 這種就是所謂的虛懷路 但是一般人做到這種 逆境打擊起來已經算不錯 你要再 挑它往勝一層的 達到一種更聖人的境界 我覺得這實在是太難了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實際上 很多事情都量力而為 很多事情 我覺得這一次我已經去 修飾差不多了 那我覺得下次如果有機會 OK沒有問題 或是下次輸完 也都沒有問題 但是事實上 就是給一般的人 躺背或是一個吸引 做的時候 你是可以的 而且我們全都支持你 你不覺得很多東西來講 你如果做一個決定制 你覺得你老婆 或是另一半會支持你 你有時候做起來 你吸引就會想給你 為什麼 你會更鼓勵的時候 而不是說等一下 所以事實上 在這個 我是覺得 在這個社會的運作 或人的人際關係 事實上很多東西 大家都是這樣 大家都是一種很辛苦的 在為自己的生活目標 在打拚 為了小房租 小套房 大房租 大包房 豪宅 四而願 大家都是為自己的能力在打拚 的確是一個 大家蠻辛苦的地方 但是事實上有的人 比如說 好天啊 怎麼這樣 被融落 是沒有錯 但是事實上 這事也是給你 各位 老實講 有時候 在這個最壞的時代 事實上 你如果可以拉得出來 有時候 可能能抓住你自己的一點點 不管說最好 但是有沒有可能 而這一片天 可能會很小 像好比說 假如 假如 我遇到人的狀況 我要怎麼去擺 人 物質上面的人 就自己做一次 比較好做好是自己做一次 但是有時候 車門太貴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 但是我跟你講 自己做一次可以讓你自己 讓你自己 讓你自己可以更 更清楚你目前的 什麼東西 目前的一個狀況 找到你天空的屬於 人家常講 你應該是要用 在那個平常的時間 就在成為那種工作時間 找到你的興趣 人的一個 我們之前講過 人的一種中年的危機 大家都維持在哪裡 都大概45歲左右 一般45到45歲 所以真的再晚一點 這當然是個Range 這十年來講 但是事實上 前面期的部分 可能沒有那麼嚴重 到中期來講 不管咖啡烘茶 沒有下下來 到中期來講 雲竹有一部分 會讓你很不舒服的一個情況 但是事實上 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老實講 如果是說 大家如果說 在一種 比較正面的一種 成長的一種環質下 很多的一種負面的行為 就會被消互掉 所以事實上 一個家庭的溫暖度 可以化學掉很多的叛逆兒童 和一個疊 但是我們不能講絕對 也是有 另外一個褲子 但是事實上 大部分的綿氧 都還是想要 活掉自己的絕對綿氧 這個事實上 還是一個蠻大的一部分 但是事實上 有沒有發現 有時候事實上 在很多的一個 奧利物山 綿氧或什麼東西 為什麼這麼不射殺 為什麼那麼多綿氧 為什麼這麼不射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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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的點 或有一些的一個狀況 所以事實上來講 在這個一種蜗變 或是一種情況來講 事實上有時候 有的人說 肚子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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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帶人 你現況還只能這樣子 假設 目前的情況 對你心情不利的話 建議你還是想這樣 為什麼 因為做時代化的 就像在白 白的暖 白的小 你現在怎麼回家 回家 回家 對你來講 是一定好 未必 未必 所以有時候 我們常常講 事實上 老實說 我們常常講 事實上 大家都是很 很訝異的在過日子 這的確是社會就是這樣 那怎麼樣 讓大家可以更正面 可以唱詩歌 神靈 這樣唱詩歌 或者謀拜 敬拜 拿香 拜拜 其實anyway 很多的部分都來拜 但你會發現 事實上 他很想估計感 就人跟人 事實上是一種估計感 我覺得這個也是可以 到時候可以稍微聊一下 就人那種估計感 所以我們今天來講 就是說 事實上 大家來講 大家都是為了什麼 為了自己的生活 為了自己的打拚 這的確事實上是一個 沒有錯的一個時間 但事實上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很多事實上就是 柴米又一醬醋茶 一聲咪壓倒一個英雄孩 我覺得這個 這件事情事實上 還是在這個社會來講 事實上普遍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今天聊到這裡 就是說 事實上 大家都在工作偶爾的人 事實上都為了前後打拚 讓我們事實上 給自己 一個掌聲 一個鼓勵鼓勵 好 今天今天分享到這邊 拜拜